警察的形象更加的雪上加霜了 台北市警察局在今天爆发有交通远警 泄露领检的时刻表 以及司机的个人资料给车行的重大弊案 台北地监署在上午的兵分十四路 带回了三名远警 以及搜索了四家涉案的车行 监调怀疑呢 远警利用资料向业者来索取不法利益 而贪毒的时间长达两年 台车最不想遇到的就是警察领检 因为不管有没有违法事项 都得多花时间配合 不过台北市警察局现在爆发出 有交通远警泄露领检表和司机的个人资料 给台北几个知名的计程车行 然后再向业者索取不法利益 时间长达两年 交通助理员来涉及电脑泄密 各支的一个违法行为 目前检调待会试掉出在争霸 他查得到计程车司机的一些个人资料吗 他是可以查 三名嫌疑人两名是文山区的交通远警 一名则是交通大队综合组的临时雇员 上午地检署兵分十四路搜索远警的办公室 以及涉案的四家车行 早上来是有带走什么东西吗 对 好像有带一点资料 知道零检点在哪里会开车也比较方便就对了 对 对 这起贪图案目前仍在调查当中 检调将会将此案朝贪污方向侦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